2800年前,地基里埋下第一块砖石的时候,我来到这个世界。 2800年,华夏大地更连,世界潮流巨变,我一直静静地环抱这方土地,让一砖一瓦都载满故事,传到今天。 2800年,我是一座城,一座活着的古城,是中国汉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,我保存了其所有特征。 2800年,我出林世间,就定下规矩,纵横交错,千墨交通,横平竖直,内敛藏拙。 2800年,一文一武,有张有迟,有宽容柔和,虔诚公卑,也有刚正不阿,天下为公。 2800年,这规矩,伴随着这里的人们流传至今。 2800年,当第一缕晨曦破晓,暖阳泼洒在众神之上,凝视了人间一千五百年的万佛采素。 2800年,自晚唐到如今,目光中的宽怀与慈悲从未改变。 2800年,我将信仰变作人间瑰宝,镶嵌在我的心脏上面,等你来看。 2800年,数千年来,那些战火与平安,酷暑与严寒,这一尊尊神像都保佑着我, 和我环抱中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,卖力成长,出征世界。 他们有着和我一样的,生长在这方土地里的品格。 诚实守信,抬妥进取,河中共济,务实经营,精事寄灭。 为了守住一个承诺,即便付出生命,也毫不退缩。 我臂膀上留下的砖石裂痕,就是他们回家的那扇门。 我用臂膀打建舞台。 这里上有个故事,是制作古城的人德,更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独有的仗义。 他们综合欧亚大陆,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讲给全世界。 我因他们而骄傲,用脚去丈量世界的宽度,用心去拉近世界的距离。 我用独特的味道与世界交谈。 倔强,脱辣,坚实,回味无穷。 我用精致打磨岁月,抹去历史搬磨,让匠心临动使遗产鲜活。 我用古老对话年轻,这几千年的故事我都包裹好,原封不动传到今天,等你缓缓打开,惊鸿一现。 如今,我用绿色妆脸,穿越千年的我,如今见你,满目绿水青山。 千年之后,我心中留下的只有美好和柔软。 我期待和每一个知道我名字的你,相见。 我与这个世界的故事,从两千八百年前一直续写到今天。 我把它留在影像里,刻在版画中,藏在城墙的每一块砖石上。 走近我,在我的臂弯里,留下你的故事。 我会用更蓝的天,更脆的水,更新的姿态,和我两千八百年都未曾改变的倔强,勇敢,仁义, 习你一起共赴未来。 往昔已逝,来日可期。 未来的世界里,依旧有我。 我的故事还在继续。 这故事也有你,也有世界。 我是平遥。 世界的平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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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